所以我们说 从生到死 乃至于到下一站 这个中间有一个过渡 那这个过渡呢 是什么样子的力量 带着我们去下一站 在伏法里面呢 讲了有三种主要的力量 第一种力量 叫做随着最重的力量 什么叫最重 就是你做过最大的事情 那这个最大的事情 可能是最好的事 也有可能是最坏的事 那各位有没有最好的事迹 有没有被好人好事表扬过 是八八水灾救灾的时候 奋不顾身一次救十个 有吗 好像 可是你有杀人放火吗 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坏的 所以不是重 我们大概就是随着什么 第二种叫做习 习惯 我没有做什么坏事 可是如果有人跟我话缘 慈祭要捐 有两百块 有我有捐 可是呢 如果刚好碰到呼群狗挡在那边 背后讲一下老板的坏话 complain一下员工 也是会 说说那个对面王大妈 他们最近又怎么样 讲讲那个某某 不在场的同学 他的八卦 最近又有发生了什么 天大的事情 所以呢 大事不犯 但是小过不断 小小的好事 小小的坏事 那水波逐流 可能每天都发生 养成一种习惯 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些习惯 照三餐怎样 每天晚上都怎么样 所以我们可能 都会有一些习惯 那这个习惯呢 就会在我们 在选择下一站的时候 他就会出来帮我们做选择 所以如果你是每天晚上八点 都在看 连续剧 这时候呢 突然之间你的生命stop 请问明天晚上八点 刚好大结局 你一定会怎样 还没有八点 就已经准备在那边了 可是你的生命已经stop 你会飘到哪里去 你就飘到你要看的 那个地方去 但是如果你的 每天晚上八点都是 干一杯干两杯干三杯 那你突然之间生命stop 明天的晚上八点 你一定会去干最后一杯嘛 人家在干的时候 你手也伸出去 所以呢 这是习惯 所以如果每天晚上八点 摸三圈 摸四圈 摸五圈 那你隔天就怎样 就是要摸嘛 不摸不行啊 所以有人说 师父啊 去阿弥陀佛那边 有没有人陪我打麻将啊 如果没有 那我就不想去 那如果你每天晚上八点 就是打开 大佛顶手愣眼睛 然后就去看 真心忘心 请问这时候 往生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哦 健慧法师跑出来 我们要一念不生 不要被境界转哦 要知道要有智慧 是不是又跑出来 所以那个叫做习惯嘛 那这个习惯会在后面形成一种 我们会形成一种惯性 好的习惯带你上天堂啊 坏的习惯带你怎样 习惯就是不知不觉养成 变成一种职业病 变成一种生命中的惯性 好 你看这个贴标签的 他有什么习惯 看到白白的就打下去 因为他是贴标签的嘛 每天坐每天坐 坐了成千上百万事 痛到类似的情境 动作就来了 好 那什么时候 习惯会被我们发现 就是你刚开始抽烟 第一支烟不会有习惯 第二支烟不会有习惯 等到你必须一天两包的时候 那个习惯就变成一种力量 当你不能抽的时候 他就出来 让你不小心就露出你的马脚 我们常常信誓旦旦 斩鸡头 发誓再也不堵了 明天 人家那个 阿毛啊 缺一脚啦 你就去了啦 明天再见 是不是这样 好 所以呢 当我们那个想要改的时候 那个习惯就出来哦 然后让你一直不断的被惩罚 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些习惯 然后突然之间 不能再延续那个习惯的时候 就会很不习惯 所以那个习惯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舒适区 可是这样子的舒服 可能会造成我们接下来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 就会相当的很挑战 就是那个老的习惯又来了 比如说我们都是照三餐生器 好 很自然的你等到到中午的时候 你就准备一百会就出来了 你明明知道不要生气啊 可是你那个习惯就跑出来了 好 你每天晚上都是十点上床睡觉 所以你到十点还不用设定 你就开始睡意重重 所以其实那个都是一个习惯 那习惯有身体的习惯 有心理的习惯 那这个习惯呢 就会出来拉扯 随习 好 第三种选择 如果我们有练习 我们有意志力 我们有决性 我们就会出来改变那个习惯 就是习惯 习惯又要再犯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决性出来说 不可以再用习惯 不可以再顺着不好的坏习惯 好 所以呢 随意 问题是我们的意有 比较有力量 还是习比较有力量 这么对自己没有信心 是不是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选择 我要决定要听我的决性 还是要听我的习性 听习性好 还是听决性好 当然啦 那我们来看我们这位卡车司机 他是听习性还是听决性 他看了他老婆的照片 当然想现在有空回家看一趟 看一下 结果到他家门口 看到了一台敞篷车 敞篷车是谁的 不知道是谁的 所以呢 就在门口张望了一下 然后就看到了一幕 来 各位看到这个 你第一个念头是 你啊对了 如果是 这是习性还是决性 习性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性 因为我们看太多连续剧 都是这样演的 啊 你看 看到了一个场景 你看 开玩笑 我老婆 对其他的男人 又亲又抱 又接受花 他肯定怎样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这个卡车司机 完全就是第一个念头 就被这个念头 带着走 马上采取报复动作 他的武器是什么 喇嘛空车 就来给他怎样 灌浆 看你怎样 结果 来按揭晓 好 我们这个老婆啊 为什么那么兴奋 因为啊 中奖啦 Honey 为什么这个男人 他会对他又亲又抱 因为这个男人是来 送奖的 还有一个 camera man 还录影 所以呢 我们家中大奖 值不值得高兴 值得 当然高兴到 把人家抓起来 又亲又抱啊 所以是你想的那样吗 当然不是 可是我们来不及去澄清那一台车已经变成什么车 被谁害的 我们能怪谁 眼前的大奖就转眼就变成 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用很聪明的方式在过生活 但是常常被自己的习气 被自己的错误的想法牵着彼此走 等到后悔来不及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这个车子还算是身外之物 你还可以后悔 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好 如果我们损失的不止是一台车呢 是不是 所以习气重不重要 好 那要去发现自己的习气 要从哪里开始去发现 那什么时候会养成习惯 就在每天不知不觉中 我们就会养成一些习惯 所以我们要观察自己的习惯 在一整天24小时 我们通常都会有哪些习惯的发生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是24小时 今天不准 因为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 假设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在24小时里面 我们至少会有8个小时是什么性 睡觉嘛 所以三分之一就没有了 都在昏沉 所以没有决幸嘛 好 那如果我们上的班是 非常的沉闷 枯燥 无聊 所以上班的5个小时 就无聊 无聊 无聊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来上课 其实要来上课之前 有点挣扎对不对 因为好不容易放假 那个这么好的白天 竟然不睡觉跑来这个地方听讯话 想一想这早上如果可以睡 野马睡5个小时 可是如果你觉得不要来 然后又睡得很饱 那你这早上在做什么 你看我们在这边听法 那个没有来 可能在家里面怎样 你就问他你在做什么 就无聊啊 就去翻翻冰箱啊 然后打开电视 礼拜六早上没什么好看 听广播也不是很好看 看书又是很无聊 什么都很无聊 所以晃来晃去 5个小时也过去了啊 是不是 好那5个小时无聊 也就算了 因为无聊 我们不能再无聊下去 对不对 所以下午如果不来上 愣眼睛的时候会怎样 就要去喝咖啡 聊是非 要不然我们下午有一片空白 无记 不是张无记 是没有记录 好我们怎么样去检查 我们自己的无记 发现我今天回想一下 要睡觉之前回想一下 发现我好像都没有做什么 然后统统都记不起来 那个叫做无记 即使你有做 可是你都好像没有做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常常陷入一种痴呆的状态 他说啊 拖地板就拖拖拖 无记 打报告就打打打 无记 然后上Facebook 上上也是无记 都是一直在那个无记的状态 那这6个小时 5个小时 我们就这样无聊又无记下去 不行 一定要打电话 找三两好友 喝咖啡 聊是非 好 那要不然就是好不容易呢 我要来关心一下孩子 发现 哎呦怎么20分 开始骂孩子 是谁生的 都不努力 你看 你不要像你老爸 每次都这样子 我们会开始讲东讲西 你都没有像人家王大毛 人家多优秀 他就说要不然你就是去当他家的 你去把他当他 把他抓过来当你的孩子 我去他家交换 可能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有的时间 我们会跟人接触的时候 不是吵架 就是抱怨 要不然就说人家的八卦 那这是什么 加一加 好可怕 好 恶念 那如果 有所警觉 晚上要睡觉之前 觉得这样好像一整天 都非常的糟糕 赶快 拿出愣眼镜来看个两个小时好了 那请问如果24小时 这个人的一天是这样子过 请问他今天这样过 明天有没有可能也是这样过 所以一天是一个月的缩影 一个月是一年的缩影 一年是几十年的缩影 可能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过我们的日子 所以就形成我们的无聊人生 那请问如果这是我们的 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接下来 下一站你会去哪里 我们会顺着我们的习惯 如果我们喜欢吃饱睡睡饱吃 那当然就是可以去 可以让你尽情的吃饱睡睡饱吃 的地方啊 大家都喜欢 最好都不要工作 每天就是有人喂 然后吃饱的就睡 还有人洗澡 然后还有人帮你按摩 还有灯 还有音乐 是不是 哇 好幸福的人生 那有这种地方吗 当然有啊 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样子的 的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回去做检查 检查自己的心 不用画来给师父看 因为你画给别人的都是假 所以你要画给自己看 我仔细的去分析自己 一整天的心都在干什么 天知地知 婆婆不知 别人都不知 只有自己最知道 自己最知道的时候 我们自己检查 如果是这样 你一定要去跟菩萨说 菩萨我现在不可以死 菩萨我不可以现在死 为什么 我还没准备好 是不是 你还没修好 就这样子死 你一定 被自己的习性拉着跑 所以我们要赶快怎样 拜步复活 来独愣眼睛 就是要来拜步复活啊 我就能赶快 牵媚 Huh 下方 他 Νら 赶快 来 卡 existed 我 啦啦啦